首先感谢恒请的领导 还有各评审委员 我代表 硅谷的拼秀 还有北京易博通 特别的感谢 接下来我介绍 我们公司所开发的产品 公司的入眼 主要分为我们公司的介绍 核心技术在哪边 还有我们这些技术 应用的场景在哪里 主要我们应用在 B2B、B2C的场景在哪边 拼秀是在2012年创办的 前期我们是以电视 高清电视的核心 当成每一个家庭的Gateway 来做开发的 所以我们在2015年的时候 4K电视也刚出来 所以我们在硅谷 花了比较多的时间 把这些专利全部都申请下来 所以我们希望说 在这个领域里面呢 公司它可以在上面呢 做一些应用 团队呢 我们团队是这样 我们先介绍 这个我们的董事长 我们董事长呢 他是先到科尔拉大学毕业的 那他在这个Apple 就我们苹果手机公司里面呢 他做到director 总监 技术总监 那他这波抗 也是有服务过 那后来他参加了 北京中心围的公司 那他是 就是在美国的一个总经理 后来我们为了要响应 所谓的手机看电视 我们在北京创办了一个 北京创意识讯 也就是我们在08年 手机看电视 在奥运的时候呢 那家公司做的产品 就是我跟这个 我们现在的这个拼秀的董事长 一起合作 那这个是我 我是 杜兰大学电机系毕业 硕士毕业 那我在这个台 台湾的政治也修过EMBA 我有两次创业的经验 第一次是在 北京 做手机电视 手机这一块 后来三年后呢 被NASDA公司给订购 那我第二次创业呢 是做这个 所谓的Wi-Fi 还有这个FM 这些package上面的 第四年之后呢 当时我们 做的业务呢 一年做了三十个亿 所以我们第四年 就在台湾上柜上市 那拼秀是我第一 三次的创业 那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呢 你可以看 如果说你能下载这个 在Android手机上面 你可以看到 已经是一百多万的 这个下载的人数 那Apple大概是一百多 电脑上面一百多 大概整个加起来 我们是有五百万的 这种下载的用户 因为这个Altalk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必须要透过它 上我们的这个家里面 或者是说 视讯电话会议的 Gateway Altalk 那这个是我们在全球的分布 所以我们大概在云端 服务器上面有七十几个服务器 那五百万的用户 大概是这个 用这个图来分布来看到的 我们主要的业务呢 是刚才我讲了 就是透过Altalk的这个App 经过我们这个 所谓的家里面的中端 或者是办公室 或者是单位里面的这个Aer Center 然后整个后端的物联网 云通信平台 整个软硬件 都是公司 全部自主研发 全没有透过另外一个地上方 那我们在P-Shirt硅谷 这个公司呢 主要是研究核心的技术 那我们大概有六个技术 这个很重要 我们不是像一般微信 微信它是在手机上的 但是我们的这个平台 是在这个电视 高清电视上面 所以我们在微信的消除 噪音的这种抑制的专利 远程实音专利技术 我们这个整个物联网 SDK的应用接口 音视频的这种 在网路端的这个 制式的传输的专利技术 我们花了很多的功夫 那这个是整个我们云端 高清 电视音视频的这个整个架构图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网络层这一块 全部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那传输层 有我们广电的这个Cable 广电的IP网 我们都整在里面了 那因为我们跟广电呢 我是在创意视讯的时候呢 跟广电有一些交流 那我们在这方面有一些人脉 所以也得到很多 在Ping Show里面 也得到广电很多的支持 那你可以看到接入层 服务层 这个就是我们的Air Center 那用户端呢 就是我们的手机啊 电视啊 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Air Center 上面它需要的一个接口 那信息安全是在我们的 音视频里面是最重要的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整个软件的加密 还有云端的加密 提供给我们国家的所有 单位极高的保密 那我们不会再使用这个 中国的师科的产品 这是我们最大 最希望说能完成的一个目标 那我们整个系统的特点呢 主要是兼容的广电 双向的网路 然后我可以运用这个用户的数量 使用的频率 频率 灵火的调度及扩展 比如说我们第一家客户呢 它是山东人大 它有1400个点 它在全中国上面有1400个点 那它在一个总部上面呢 它请一个专家来讲 那它可以同时把700个点 这个所有影像传到700个点 同步 那店长只要把这些 所有的客户找到店家上面呢 它就可以找到 它可以听到所有专家 这个的演讲 那它就可以节省很多的费用 这是我们所谓的极客业务 那我们在产品上面呢 主要是跟师科来比 我们实际上是便宜它 二十分之一 整个成本 相同的系统 这个是我们是希望 在整个应用上面呢 不仅是安全机密 但我们产品成本 需要更便宜 那全平台的自主研发 所以我们Air Center 里面的玩硬件 还有云端的这一块 还有我们这个整个实线 4K高清音视频上面呢 全部都是我们自主研发 那我们实际上场景就是 当然是可以用微信来讲 那你可以在用电视机上面 来跟整个我们亲人来通话 我们公司的产品呢 也支持了电子白板 因为电子白板在中国呢 它实际上也是应用了很多 所以我们也跟上这个技术 可以透过我们这个电子白板 来实施我们的两方 四方 六方 八方的这种通讯 视频通讯 那音频上面 我们可以支持一千家 一千个人加入我们这个系统 那我们来看说 我们高清电视音视频的会议系统 到底市场有多大 我们就拿这个国税局 山东国税局 然后影响到山西国税局 再影响到各地省的国税局 那我们一个点呢 我们是三万六 那你想想看哦 如果说国税地税整合起来 大概有三千个点 那三千个点大概就一个亿 如果各单位还要使用的话呢 你乘以三乘以五 所以国税局来看 以我们来看 它就将近有 不要说有十万 那至少有十个亿 那至少没有十个亿 也有三个亿的这个市场 所以整个B2B的市场来看 它是相当大的 那我们在年前呢 也中了这个广西高等法院 还有这个 看守所 互联网这个看守所 那这也要感谢这个广西的这个 广电总局 一起来推广这个业务 这所谓的极客业务 刚才我所讲的就是人大 那我们有生意模式真的很简单 你可以买断 客户可以买断 就一个点三万六 你可以用租的一个点一千块一个月 那这个是我们整个的系统 音视频的系统 那我们是可以 我们现在是透过所谓的4K PS600 这个产品来做 然后呢 透过我们这个终端 然后到Air Center 然后可以表述 大家我也可以 影片可以看 成功案例呢 现在有山东电信 这个是我们 在他们这个单位上面 把它拍摄下来的 还有一个山东这个极客 然后就是它的这个 你可以看到 总部 然后就看到所有各个的点 它要播放的各个点 然后你可以看到 它终端就可以看到很多的客户 它邀请的 店长邀请的这个客户 然后来讲客户 然后我们跟黑龙江广电总局 也做了这个鸡鼎盒 贵州的档建云视频会议系统 这个是国家税务局 这个是山东的 那我播放一下 让大家能实际上看得到 那我今天会把前面讲的这些特件 快速地带给大家看一遍 那时间观念呢 我们现在马上就开始 那就透过这个系统呢 那可以由这个很经济 很经济地把所有的材料 讲解各个地方的税务总局 那我们在1月份又中了这个标 那是山西国税局第一期 大概120万人民币 那山东国税局第二期呢 它扩展 那要700万的这个标也是我们中的 那我们广西互联网高等法院 及互联网看守所的应用 那这一期 这个它到年底要有1万个点 那如果说 那这个生意模式 大家可以看嘛 刚才我讲的很简单嘛 一个点三万六 那广西它是用租的 那还是一千 这个我们来看 我们能说到的扣除所有费用 大概一个点 我们可以拿到这个400块 那如果上到年底呢 要有400个点的话 那我们就很可观啦 所以一个月就将近有 这个400万人民币的毛利 那接下来 实际上我们这个 B2C的应用 简单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 B2C我们是希望 只能做 呼应这个健康中国 跟老龄围 大力在提供的 所谓的这个 老人康物 养老院这一块 那我们在养老院这一块呢 跟北京丰台的这个残联 我们有一个应用的场景在那边 当然要把这个 这个医生啊 这个全部都要导入进来 所以我们这个B2C呢 就清醒动画 家庭安防 在线医生 健康健检 我们这个平台上面 现在就是缺了这个 要把这个医生 全部都弄出了 那健检的这块 我们都有了 跟丰台 还有我们在 Cupertino上面呢 都是有做的 那我们是居家安全呢 氧化碳啊 门窗啊 还有我们这个人 实际上我们都做好了 我们希望说 人 我们在Cupertino上面 我们卖了六套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有市场 在美国更有市场 那居家安全这块 我相信日后都会是有的 那这个影片 我就不放了 那 我们想说 稍微带过一下 就是我们这次 希望能有一点融资 融资计划是 我们这公司呢 都是Angel 我们有600万美金的投入 要拓展这个市场 那B2B这块 我们就找业务就好了 然后我们就赶快去把 这个全中国的 这个属于国家单位 我们都尽量把它给做起来 然后我们希望说 这个两年呢 这个需求是3000万 来做 来把更多招募人员 重新研发 那我们把这个20% 投入到B2B市场的推广 那30%投入全国 或国外B2C 就是所谓的居家安防这块 那15%来投入量产 那因为我估计 没有2019年 如果说全部B2B这个业务能做 我们大概有5000万这个毛利 能做得起来的话 当然就是目标 我们也希望说 公司能在NASDAQ上市 那按照我这个经验来看 我创业了两次 然后我们董事长也创业了 将近三次 它在IC上面是特别的 很有经验 所以按照这种趋势来看 为什么这时候做A轮的这个融资 是因为我们在B2B的业务 有国家单位的支持 这是看得到的 那只要我们好好做A轮融资 但是进来就相当的安全 当然也可以说是何必 大概是我简短的报告 那我在最后面呢 在这个新年 不跟大家拜个晚年 敬祝大家 诸事如意 新年快乐 谢谢 下面我们就进入到问答环节 我把现场交给恒勤的朋友 首先第一个 您在B2B提到 我们在100多万下载量的app 叫Altalk 咨询的聊天 这个Altalk跟你们的 那个交错的硬件 有什么关系 两块业务是鼓励的吗 Altalk呢 是很重要的 进入Air Center的一个方式 所以不管你要 刚才我所解释的 Gateway是Air Center 就一个家里面 有人是用Wi-Fi 当它的Gateway 可是Wi-Fi做的人太多了 当时2015年4K电视出来的时候 我们就希望说 所在高清电视 当成我们的Gateway 所以这个Gateway 就要透过我们的Air Center 让大家只要download这个APP 那你就可以跟这个Air Center上面 做视频 甚至多方会议都是可以的 所以Altalk是相当重要的 所以基本上 Altalk这个技术 在我们这个公司里面 是相当成熟的 所以下载 次数也有500万的人次 第二个问题 你们那个中端产品的 台湾市场分布图 我看你们的市场 主要是集中在 中国以外的国家分布图 这个分布图是很重要的 我们刚开始在开发Altalk的时候 我们是在美国市场在做 可是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应用 叫做数字的Walky Talky 然后我们发现一下子 这个几十万的人口 全部在中东 那你可以上去看 他在那边广播的时候 因为没有加密 所以他讲的话 当然是阿拉伯文 所以这个是分布图 你可以看到中东那是一大块 一大片 所以到现在你上去看 数字的这个Altalk 它是数字的无线radio 比如说像我们的Walky Talky 警方不是常用的Walky Talky 这个400兆到800兆 它的这个频率 看这个图我看一下 所以你看到这个图 这个地方中东那边 那个是一大块 我们整个的人气 是从中东这边起来 因为他们使用了Altalk里面 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叫做Walky Talky 那你们现在总体的营收情况 是什么水平 我们营收其实目前呢 应该是 就我们现有的资金都花完了 我们现在去年 我们做了这个国税局的业务 我们希望说 透过这些业务 人进来我们希望说 透过这个比较可靠的这种B2B的业务 来拓展我们公司的资金 满足我们之前 这个资金缺口这样 那因为人手的关系 业务啊 这个也都需要很多的人来参与 所以为什么说 公司是需要说来融资 把35%的这个经费 投入到人事跟研发的这个上面去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加工是 中国和美国两年都有公司对吧 对 中古的是美国还是什么 我虽然听不太清 但我知道可能你要问的问题 P-Shirt说法的前起是在 我们Cupitino 这硅谷这边做研发的 后来我们跟山东人 大的一些老板人聊过 他们要的是这样的产品应用 所以我们就把所有的技术人员 全挪到北京去 那主要是因为 我们在北京比较熟 像我就住北京 就住了十年 十年以上 所以我在那边 还有我们董事长都比较习惯北京 所以我们把北京公司放在那 那前起呢 都是拼秀里面 那边所有员工呢 全部的薪水 还有开销都是从贫穷这边 打上去的 打给他们的 所以基本上呢 是我们百分之百的 的职工师 那个徐总 我只是来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还是当初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这几年呢 每年基本上都会从那个 卫美 已经两三个项目到沃海来 然后那个过程中间 有的那是就是在跟你一样 在这个 那边有一个公司 然后知识产权 还有你的烟花人员 包括你的投资人 都已经把钱都到外面去了 所以未来的生活 如果要在国内的创业板上市的时候 要保证你这边的一个独立信息 完成性的时候 这个往往是两个会有 投资节目的不同 然后这个资产权的不同 都需要继续这个处理 我不知道在这个方面 你这边将来会有什么样的措施 对 因为声音效果的问题 我重复一下 刚才您问的那个问题 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说我们Pshow 所有的知识产权 都是在美国 是吗 Pshow呢 实际上这两个公司的董事长 都是我们Stanley王董事长 那我们所有的资金呢 是从Pshow里面 打给这个子公司的 那知识产权 可以签一个 这个 刚才我没有提到 这个投影片有 就是知识产权 它是一个签署 一个合同 那北京的一博通 跟Pshow 就可以共享 所有这个 技术产权 那自己研发人员 请说 这样 就是 这个问题我建议您 还是专门找一下 国内的权商 咨询一下 因为这个事情 我们是经历了很多 然后 不会像你想的这么简单 这个就是 因为今天 大家不是一个评审 是一个交流 因为我们把那个美国这边公司 往往是就是 你像去年我们那个 中国的百度 一个互动财 在美国投的一个项目 然后是做那个 基金圈录的 我们把它引回来的时候 整个的架构 包括这个 后来的资金流设计 都是相当复杂 这么才能保证 它在国内的 完全落地 或者就是 中国的这边的 证监会 或者是这个 上市的 规则的认可 它这个中间是相当复杂的 不是因为你是 农利实际控制人 这边就认可 我们今天就是建议 建议您之后 这个还咨询一下 我们国内的这种 专门的保健的这种 券商 帮你把一个架口 提前做的设计 要不然的话 你对应的融资 如果是放到美国 是放到国内的话 你将来两边的结构 再调整的话 会相当的麻烦 这个问题呢 我先回答一下 我个人看法 如果资金投入 北京公司的话呢 那北京一博通 为了要把这个事情解决 比较方便解决 北京一博通 可以把整个拼秀给买进去 就是收购之后呢 然后我们可以把北京的拼秀 给取消掉 然后整个股权啊 整个转换 那这样的话 投资会比较简单一点 那我们不要说 其实上这个是技术上面 从公司的角度上来看 它是可以这样处理的 那这样投资的话 就会比较 会比较 浓郁一些 对投资者 他不会想说 还有 还有这个 硅谷贫秀 北京一博通 说白了 对我们也 它是同一家公司 在公司的角度上面 它是可以这样去处理 又没有听到 没有声音了 现在那边没有声音 我说这个可能是方案之一 就是还要结合咱们自己的 具体项目 而设计到的方案 当然了 我们会提你的建议 然后呢 都说起 第二个问题 就是在整个的过程中间 您好像没有特别的讲到 什么这个4K这方面的一些技术 我想您能不能再补补一下 4K这个应用呢 实际上就是从Air Center这个Gateway 因为你要在我们国税局上 山东国税局的应用呢 我们必须加一个加速的服务器 就是所谓的MCU这一块 MCU这一块呢 甚至要分配我们的音频视频数据 它是由这个来做的 那MCU这一块是 我们也是我们自己来做 那有了这块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音频的这个服务器 都放视频的服务器 MCU这三方面 全部都可以做在一起 那当然你可以做备份 备份 那这个是看各个客户 他的需求 是这样 可以编 还有我们支持很多种的语言 当然我们这个会议系统 我们是希望说 全部都讲完之后呢 就我们语音 然后我们希望说 变成所谓的会议基要 这一块是我们希望说 A轮融制 我们也希望说 从这边来做 更深一步的技术研发 是这样的 所以4K的高清 电视 音视频会议系统呢 实际上 最重要的是在 这个MCU上面的开发 然后你这个音视频 服务器实际上就是 比较简单的 那比如说像 华为啦 4K 他们大部分 也都是这样去做的 只不过 我们是希望说 能做到一个 能接地气的一个产品 那便宜 又打完 效率又高 那大家也不用去出差 去透过这个音视频 大家看得到 因为单位可能都需要说 谁有没有参加 那音视频 音 还有我们这个 未来要做的这个 音转成文字 那都有一个会议基要 那对这些单位 我觉得是很需要的 这个是我的答案 这个是我的答案 这个徐勇 我会说 问一下问题 是怎么听到吗 听得到 很小声 现在来听到吗 我没有听到 停得到 我没有听到 听得到 我可以跟主题 我闻一遍跟主题人 说明的问题 我们对整个项目 从竞争竞争取消项目 或竞争战略上 和竞争战略上 从这个市场的角度 或者说应用案例 或者说从这个下转量的角度 很间接地证明咱们这个进行 那么能不能就是 从这个咱们的技术团队的 概括人或者这个 从这个技术团队本身的一些经历 来比较详细的介绍 就是为什么咱们这么一个 和国内或者国内外的这些同行 比较出比较直接的优势 不好意思啊 那个声音效果还是不太好 我大概理解了一下 您问的就是说 我们拼秀公司的技术核心 技术壁垒 那么它在市场上的优势是什么 是这个意思吗 就从我们的技术团队的经历啊 开发的经历啊 各个方面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是吗 就是说 我们希望 我们希望就是 从这边 技术团队和这个技术 这个团队的一些人的经历 直接来 查详 这个优势的一些企业 在哪些方面 就是 我大概理解你的问题 那我试着回答 应该是这样 创意视讯呢 是做CMMB Soft国家广电总局的标准 那我们的创办人 Stanley Wang 王董事长呢 他在这一块 有很深的琢磨 在参加这个VMichael中心围 或者是在北京创意讯之前 他在Apple 在Vocam 在硅谷这边呢 他就是一直在研究 音视频这一块 所以呢 整个应用的场景 未来在我们拼秀 做了这个7年的这个产品呢 当然我们刚开始也是希望说 能做像默默这样 但是基本上呢 这个 主要是资金的上了问题 那变成说 我们Altalk本来是一个互联 互联这个工具嘛 那后来就被这些 好的企业盖过去了 然后Altalk最后会变成 我们一个工具 然后Sun Air Center 那是因为在2014年 2015年的时候 我们看到又是另一个机会 高清电视的机会 我们希望他能做这个Gateway 那这个音视频上面来看 它并不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们就是在那个时间点 在那个4K电视起来之前 我们就开始研究这方面 只要家里面找到一个Gateway 能进去 那你就能掌控全世界 其实当时我们的想法是这样的 那当然也是如期我们在做了 那后来这个总是要有业务的出口 那经过跟这些大陆 中国的一些客户的研究 那他说他要做极客业务 那我们就慢慢的这个转到说 我们需要生存 那透过这个业务我们能生存 所以我们就慢慢把4K的高清电视 音视频的业务全部都给做出来 那做得相当稳定 那尤其在国税局他们在看 我觉得我来看它整个应用 是相当满意的 所以我们在4K高清电视多方音视频上应用了 我们是觉得这个产品稳定 那我们只要多找一些业务 多跑一些 那我们这个业务量 我们毛利我们就可以开始 金基母就可以产生 是这个意思的 不晓得我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学生你好 是 个人也很关注 刚才我们有多数分的问题 是说我们两个问题合在一起讲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国内这种4K的供应商也很多 比如我们去年 就是一家供应商车做的时候 就是在一个省做了一个港电源 就通过那种各方士兵会议的方式 就是每个月提行这种港电的区训 这个也很成功 但是因为国内的很多商家 跟你的技术上 也能看过出来你的技术 跟其他的商家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 比如123 三个点 三个点的优势 我觉得国内很多商家都在做这个事情 我们都分辨不出 不知道是哪个商业不够好 这个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的话 我看到你的商业模式都很传统 就是做系统提升 对吧 然后社会 我不知道在未来这种国内的这种社会城市建设 你计算的这种模式 会不会有一些新的这种商业模式 把你这个技术运动进去 或者那种很传统的生意模式 我觉得在过两三年 这个压力会很大 因为你现在可能都是靠这种 线上的人员去推广 一锤 找这个国税的 找检查院 法院 一泡一泡都去卖 做系统提升 但这种商业模式还是比较传统 就是在未来的这种新型的 世卫城市建设的这个标普下 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 新的想业模式 这两个问题 好 感谢专家的这个问题 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做4K高清 东方音视频的这个业务 当然有 我所知道有华为 诗科 当然有一些也很有实力的公司 但最重要的是什么 重要是所有里面的软硬件 我不相信 当然了 如果对方也都是 也都是 所有软件他只做 不管在云端 加密 或者是软件加密 他们自己做 那我相信他也很接受 但是 以我们目前来看 以中标的次数 还有 我们可以跟一些国家单位 广电众一起做推广 那我相信 三星一万个点 一万四千个点 他都愿意做 我们现在在拉网当中 那其他的个神 我相信也有这个需求 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整个market 这个市场都是我们独有的 但是我们在技术上面 至少我可以一直强调的是说 所有的软件都是我们自己写的 所有硬件我们自己做的 当然这些IC 当然都是其他人的 但是整个硬件是我们自己都的 整个软件呢 是我们自己写的 那这个我可以向所有的这个专家 评审委员打百分之百的保证 那第二个问题呢 实际上啊 当你所说的4K 它是一个传统的业务 当然它未来的发展呢 比如说呢 加一个SIM卡加密的晶片之后呢 其实我们的产品一下就变成一个smart city的这个应用 那这个 当初我们有在跟台湾这个做SIM卡的公司 它有整套的这个方案 因为台湾有一些银行啊 它是用透过这个SIM卡去做 Volification 它是有硬件的 那smart city里面呢 它需要硬件 因为它是牵涉到整个家庭里面的 音视频嘛 所以它需要一个更高一等的这个加密 那实际上我们有跟它谈的 那在这个谈 总是要有资金才去 去把这个应用给完成 那当然我们之前 在北京创意试信做 4G LAT啦 CNP的晶片 他们现在这个也都转到智慧城市 他们的公司被赛博了给买走了 那他们也都去做这些应用 实际上我们说白了 这个方面 如果我们可以有一些资金的进入 我们透过美国的技术 台湾的技术 是可以变成一个很好的智能方案 当然啦 这个未来可能要做一些AI 什么的 这些技术呢 我觉得是要看公司目前的能力 它必须要现在把现有的资金 就是业务要赶快把它做起来 那我希望说这个B2B 这个4K的高清 多方 会议系统呢 能在中国各个省 各个单位 能大放异彩 那公司呢有 今年有五千万 明年呢 将近有五个亿 十个亿 这样的进入 那我相信这个A轮的投资呢 更能如武天意 能做更多的这个高科技的应用 我的回答是这个样子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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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 我是广电行业的 从事二十多年了 就是针对4K 反正是我们在这个行业里面 就做一段过 比如说谈出 和一个视频的一个光发 刚才您说的那个4K的 我感觉可能跟我们国内的 说的这个4K的 可能 可能 第二个是 在必须意识上 尤其对于政府单位来说 信息和网络安全 是尤其重要的 对于外资企业 研发的信息系统 如何保证它的软件 不包含后门程序 以及不安 不存在安全漏洞 这是一个 还有一个 就是针对市场上 众多的低价的 免费的市民会议系统 如何图现您的优势 知道吗 这个第一个问题我听不太清楚 他 第一个就是说 那个他刚才给您解释 那个4K的 您那个4K的高清的技术 那么跟国内的一个区别 然后还有一个一些安全漏洞的一些问题 你怎么凸显你们的优势 产品优势 在这个安全上的考量 我们是给一个密钥 给这个单位的 所以基本上 我们开发公司 也没有办法去 上去截取 看你的这个 音视频的内容 所以基本上 我们给你这个密钥呢 你自己好好保存 各个单位 基本上 应该是不会有太多的漏洞 当然如果说 国家安全上的考量 那我们可以积极的跟 国家单位来配合 怎么样 让这个数据更安全 能达成他的要求 这个是公司能做的 OK 谢谢Gary 谢谢各位评审 那么下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硅谷的投资人的项目点评环节 对 给我们做项目点评的是苏珊 黄是我们硅谷资深的创业导师 曾经是宏基 宏泰基金AA加速器的合伙人 两家美国人才管理公司的咨询顾问 领导力讲师和行动学习教练 也曾经是德国博士中国财务经理 有请苏珊 好大家好 恒情的各位专家好 其实我们刚刚呢 就体验到说我们特别想要听到专家的提问 可是就无法听清楚 我想呢拼手将来还是有很大的市场 可以帮忙能够解决这样的问题 让我们的跨国或者是跨境的沟通呢 变得是更容易 那对于刚才项目信息量的确是非常大 那我也是从我的角度呢 我做了一些总结和提点 包括从我的角度 我有一些观点来供各位专家来参考 第一个呢就是讲到说未来的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 未来的世界我们都知道是互联网 物联网 人工智能智慧城市 那万物互联 物联的这种情景 那高科技是更不用说了 我在想拼手的这个技术呢 从两方面讲 它的应用未来是一个大的趋势 我们都知道婴儿潮马上就来临 现在婴儿潮的那部分人 已经是趋于老龄化 那从个人生活来讲 孩子们都遍布在世界的各地或者各个城市 那么老人们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可以感受到朋友和家人远在其他城市的关怀 那传达这种爱和这种关心 让他们的老年生活呢会更有品质 从商业的角度呢 拼手做的这个事情更多的是像一个 没有时间和空间限制的一个微信 或者是叫做会议室 那么现在全球化的公司 无论你的城市你的设计 或者是你的分公司设在哪里 那么已经不会再受到设备的这种局限 关于这个项目呢 我从几个角度来去分享 第一个呢我是讲到应用场景 应用场景我们刚才讲到大的趋势 无论是商业还是个人生活 包括是未来的家居 包括是说 叫远程的医疗的诊断 专家的诊断等等 我觉得这个市场和趋势 我觉得非常的有潜力 第二个呢我想讲一下他们的这个产品 大家也可以看得到 Gary呢是一个技术型的一个人才 他们的团队呢在技术方面都有数十年的经验 他们也有六项专利 那么包括刚才各位专家提到的安全等等 那么在产品的技术上面如果没有安全的考虑 他们也很难进入到税务局等等这些国家的这些机构 我觉得专家提的问题和提醒是非常好的 第三个呢我想讲一下团队 那我也带过很多的创业团队 创业团队最致命的有时候不是产品 而是团队的稳定性 那我之前呢也跟Gary呢有一个了解 他们的核心创始团队呢大家共事有九年 那么包括他们的创始团队呢都是成功的连续创业者 经历过创业的人和没有经历过创业的人 那这种体验和他们的这种坚韧度还是有差别的 所以在团队上面呢第一他们技术团队有这么多年的磨合 那么包括是技术背景很强这是他们的一个优势 那第四个我想讲的是他的商业模式 刚才有一位专家也提到 商业模式在未来呢如何能够更有优势创造价值 现在呢他们是有更灵活的商业模式 除了可以销售这些产品同时他们可以提供租赁 那租赁呢也就是说他们本身就有这种成本的优势 别人卖一百块钱的成本 他们只需要五块钱 那在租赁的这种更灵活的方式上面呢 让投资回报让投资人的投资呢 会更快速的能够回收 那么最后我想讲的是 好 最后我想讲是说他们还有一个成功的客户经验 那么微信呢我们都知道有十亿的用户 那未来的这种趋势呢更多的有自雇职业 包括合伙制 所以呢工作的这种局限在家里在各个场合 也会变得更多元化的形式 那么他们的客户经验 那我听到的是除了是在中东之外 那在咱们中国有很多的国家机关 包括广电呀 包括是这种看守所等等 也在已经有成功的案例可以复制 那么在这方面我们知道一个产品 真正到应用到客户的场景 整个的这个过程中 合作的经验跟客户的磨合经验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总结一下从我的角度 那我觉得这个这个项目的优势 第一应用场景是大趋势 产品和技术有专利 有这种技术背景的团队 那么他们的商业模式更灵活更高效 可以快速的帮助投资人回收资金 那最后是他的团队的组合呢 是已经有经过将近十年的磨合和打造 所以团队的关系和稳定 也是非常保证是业务成功 将来包括上市一个重要的一个基石 所以在未来如果说 拼售有这样的机会能够 在咱们横琴能够落地的话 那我觉得也可以帮助横琴的企业 包括政府的这种机构 高速的低成本的提升 这种工作效率 包括帮助在横琴落户的这些居民 也能够高效低成本的呢 能够提升生活的这种品质 所以呢 我也非常期待 未来拼手和横琴的各位专家 还有横琴有更多的交流 来找到更合适的合作方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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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